男生和女生出去旅游都是男生去来规划是吗 我身边的女生朋友都是他们比较操心 但是我知道只要男生规划的话 女生会开心一点 那肯定是呀 那肯定是呀 因为我觉得其实出去旅游 女生可以跟她闺蜜一起啊 她为什么要跟男生一起呢 其实更多的就是想让你花更多时间去陪她 我这么想 你很懂哎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你排个序就是 跟朋友旅行 跟女朋友旅行 还有跟家人旅行 你会怎么排序 我觉得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跟最好的朋友一起出去玩 跟好朋友 就是说就很解压 我觉得跟爸妈一起是最幸福的 因为就带他们出去玩的时候 特别是当他们花的是你的钱 对 想吃茶 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儿子现在有钱了 你随便点没关系 对对对 这种感觉真的是 骄傲 对 成就感真的是无法比你的 对 只有我想跟伴侣吗 那你跟你的另一半一起出去旅游 你希望他做公民还是你自己想做公民 我觉得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比较随性嘛 就不需要一定要按照计划 就是只要两个人待着就很开心啊 那女生应该都喜欢那种 就是出门了 发现男生什么都知道 那也不一定 我觉得可以同时一块去了解 颜姐的心不要猜 scoot 对对对对对解